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她面前你感觉到你自己自身的价值没有那么高 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吸引到女生 而且在她面前感觉自己的自身价值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 难道你就没有资格去得到她的爱吗 其实不是的 你依然有可能 如果你想尽快的缩短你的追求期 并且成功的追到她呢 有两条线路 那就是一见钟情配合着日久深情 第一 提升自己的外价价值 最好是那种让女生对你就是一见钟情 最差最差也不要给女生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 第二步顺水推舟 刺激女生的兴奋点 让你在众多的追求之中脱颖而出 成为那个最特别的人 让她习惯你的身在 被你深深的吸引住 因为大多数的女生都是感性的 在谈恋爱的过程中 她们追求的就是那种恋爱的心动感 而且和男生不同的是 就是在女生的眼里 很多时候只要你条件上可 那其他的一些感情都可以转化为爱的 关键是你在追求的过程中 能否准确的刺激到女生的兴奋点 让女生对你产生恋爱的感觉 就是简单的来说 就是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帅哥 可是你又不是女生喜欢的类型 而且你在追求女生的过程中 表现了比较的木讷 不知道该怎样去刺激女生的心动点 那她自然也不会对你产生好感 想要女生对你产生特别的好感 其实也是需要一些契机的 而这些契机呢 得要靠你去创造 你千万别单纯的只靠等 天上永远的 我会掉下一个灵妹妹给你 我这里呢 倒是有一个万能的公式 可以分享给你们 这个公式就是 就是比如你在跟女生见面的时候 你可以约她去鬼屋 利用当时的场景 刺激女生对你产生依赖的心灵 如果你能给女生带来这种 心跳加速的感觉啊 那女生就会认定 你就是能给她带来恋爱感的人 又或者你可以利用你们之间的关系 在你们深入交流的时候 体现出一种反差的效果 就是让女生看到你特别的一面 就比如吧 你在别人面前就是一个特别认真工作的人 但是在某些的时候 你也可以适当地掌视你脆弱的一面 让女生对你产生心疼 但是也要记住一个前提 这两方面一定是要好的 而且也是高价值的 如果你觉得你在追女生的时候 自己特别累 感觉不到对方的热情 那绝对不是时间问题 根本原因就是 你不是她的猜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评论区留下你们的其他通过 最后会一一解答 我们下期见 还不高兴关注我 赶紧去找女朋友啊